进赛和罚款四半的重磅罚单而收场 时间回到中甲联赛第七轮 武汉卓尔赛主场迎战新疆天山雪豹 当比赛进行到第68分钟 武汉球员柯昭在明显拿不到球的情况之下 却横身飞踹新疆球员阿卜多利的小腿 动作实非野蛮粗暴 当时主裁在目睹了这一幕后 并没有直接对柯昭出示红牌 只设给了他一张黄牌 赛后房间关于球场暴力行为和执法尺度的讨论 一时甚嚣神上